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那么在今天访台之前 其实我有点像学生补课一样的 看了最近在台湾很红的一支影片 它是由网红阿汉 本名叫曾文汉所扮演的九天旋旅 阿汉很擅长模仿人物说话 像中国大陆民众讲普通话 还有外国人的英语 日本人还有越南人讲中文 这口音都很像 我刚刚提到九天旋旅 是在台湾其实很多人 如果到庙里头拜拜 又会膜拜的 他阿汉就把自己转换成 另外一位YouTuber化身为 这个算命师料理方阿姨替人算命 这相当具有趣味性 话题性也十足 所以他所讲的话 比如说多少英尺 叫降落 飞机的降落这两个字 其实他讲的有点台湾国语就降落 其实指的是神明下凡 还有提到地址 哪里哪里 都已在被模仿 这某种程度 看来应该也可以说 是一种蹭热度 当然我也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资讯 或一些报道 甚至一些电视节目 发现被运用在很多的领域 像有一些艺人 参加一些活动 甚至还有一些补习班 又有人跳起这相关的舞蹈 就连一些政府机关 也都找些梗来发挥 像电视名嘴 也很严肃地加入探讨 这支影片 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爆红 我觉得是一种台式的幽默 在这波严峻疫情之下 带来一些轻松了 我们在今天也特别邀请 独立评论在天下频道总监 廖云章来跟我们来谈谈 这支网红影片 在这个话题上期之外 制作团队的一些面向 还有引发台湾民众 有不同的一些观察 非常欢迎总监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提到这影片当中 这个廖立方阿姨 一本正经的迎接 九天旋旅下凡 阿汉就说 她是九天旋旅唯一指定的姐妹 不断降落 降落 这个动作还蛮让人家印象深刻 撒这个爆米花 所以我蛮喜欢看一些幕后的花絮 觉得挺有笑点的 最近我们的台湾历史博物馆 也趁这个话题热度 还推出馆藏的九天旋旅 还特别介绍 这九天旋旅 又叫做圆女 九天娘娘 还特别说明了 这传说 西王母命九天旋旅 向皇帝教授兵法 来协助皇帝击败吃油 后来就是被道教来信奉 就成为道教神谱中 地位仅次于西王母的女神 还特别提到说 这个九天旋旅 看的时候是半人半鸟的模样 之后这个女人化是年轻女性的相貌 我觉得光是这一点 阿汉可以算是九天旋旅 跟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行销宣传专家 其实我看了之后 我要先说 其实我自己觉得阿汉真的好勇敢 因为老实说 我自己真的会去庙宇拜拜 也拜过九天旋旅 会觉得阿汉这样做 好像有一点点那么的亵渎神明 不过好像一般民众都还蛮喜欢的啦 也许我真的是太传统严肃看待 当然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必须说实话 我也被逗乐了啦 真的我也笑了 所以这种寓教娱乐并不容易 首先先问总结 你自己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带点 这种还蛮开心的感觉的 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支影片很受欢迎 所以我才就开始去看 那在看的时候 当然是因为你很清楚 那个前提 他是为了模仿 为了要这个娱乐大家 所以他的确是有笑点 而且我相信 我的感受跟多数人一样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在做这个模仿 这个扮演 所以这个过程 你可以感受得到他的用心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 不过这些还要谈的 就是说 大家如果看这支影片 就会听到所谓的 在台湾民众会很熟悉的 这四个字 台湾国语 阿翰使用就是台湾国语 不过我要说 我自己觉得啦 我必须要强调 我自己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在想说 他到底会不会讲台语 会不会很会讲台语 好像有会 我看到他吐出几个字 还蛮会讲的 因为我这么说 因为我是在讲台语的家庭中长大 很抱歉 我可能要说 阿翰的台湾国语 是不是事在不一样 觉得还不是很自然 因为像我的小学 国中同学 有一些他们讲出来 一听就是台湾国语啊 好 我要说的 在这个投书 我们独立评论的一位作者 张大鲁 在文章当中指出 不喜欢台语被筹划 其实我有点点感触 他怎么会这么说 应该是这样讲 我想台湾民众原本就是讲台语居多了 那么在国民政府破迁来台之后 就积极推广说国语 那么也就是节目所使用的 我现在说的这种语言 就国语 中国当中民众可能会说是普通话了 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讲这些话题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曾经经历过同学相互检举 你讲台语 讲台语 你都要被罚解这个阶段 这是要推广说国语了 事实上呢 到现在我们偶尔还是会从说这个中文 不管是讲中文啊 国语或普通话 到底标不标准 不是可以啦 就会觉得 你是所谓的这个早期会说外省人吗 就是指国民政府破迁来台那个家庭吗 或所谓的这个台湾国语啊 其实老实说就是中文说得不太好 发音不是很标准 就会被一个 可以这样讲吗 标签化台湾国语 这样子 对 我想来谈这位张大鲁作者 他在文章当中 他所谈的一些观点来跟听众朋友 或许来想想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抛出 不太喜欢这个台语被筹划 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当时有人都说 就是阿汉这个影片很好笑 然后九天选女就是搞笑嘛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像张大鲁这样的人 出来说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这样感觉很不好 就是我不喜欢这样被呈现的时候 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 有必要这么严肃吗 但事实上 就是我觉得张大鲁 他要谈的是一个语言的正义 就是其实为什么会有台湾国语 就是所以他这是有一个脉络 因为其实在张大鲁的这个 学习的成长过程当中 可以知道的是 就是台湾就是过去有过那样的历史 所以所谓的标准国语 就是我们现在在说这种标准国语 是认为是比较 所谓的重统 那台湾本土的语言 它其实的确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是被打压的 所以像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已经没有那种就是 说台语会被罚钱 或者挂狗牌这种事情 但是仍然会有就是不能说方言 那其实母语 其实闽南语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是母语 可是在那个时候却被说成是方言 所以在张大鲁先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就说 那你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一下子就是完全翻转吧 母语南语变成国语 所以很多人被迫 开始要马上开始说国语 所以在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的腔调就会变得很奇怪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用惯台语的人 突然之间要开始学用话语 跟很多人就会开始说 就是他不知道那个音怎么发 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其实我上小学之前 是不太会说国语的 对 我都在讲闽南语 对在家里都是讲闽南语 哦 那是你看 听着我们听我们总监的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国语 是是是 所以我这个时代 应该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小时候周围的环境 或者其实我邻居是客家人 所以我还可以听得懂一点客家话 因为常常听 隔壁的这个客家妈妈跟他们的小孩讲话 那我在旁边耳濡目染 其实语言的学习真的是需要环境 那当然进到学校开始学 所以我就会所谓的标准国语了 那当然 我身边也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讲话 是有所谓的台湾国语这样子的腔调的 这个这个也是有 就是无可否认 可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会从大众媒体 或者是各式各样社会传递出来的讯息 的确腔调它就是会变成一种把人分级 一种阶级化的一个标签 还好 不过现在我觉得慢慢的这个语言正义 也被实现或是被落实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台记的新闻 在电视也有 广播电脑不用说 也有刻语的新闻 我觉得这是经过了很多年的 持续的这个改变 而且台湾在2000年之后 其实我觉得政党轮替之后 相互教学 然后学校里面开始学明南语 开始学课语 然后甚至现在有东南亚语 还有原住民语 所以能够讲母语这件事情 在现在甚至是现在20岁多 或是几岁年轻人来说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 他们就觉得 这台湾国语超可爱 我阿嬷就讲台湾国语啊 然后对或者是有课语腔 就好好听哦 那台湾的现在年轻时代 对于语言的腔调 其实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因为他们就是成长于这样子的环境 可是对于曾经经历过语言打压的 这样政策的人 比如说张大鲁先生 他就会提到说 可是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被提醒说 台湾国语台湾国语 然后被拿来嘲笑 被拿来就是做娱乐化的应用的时候 其实都会勾起这些人的伤痛 对 那他甚至说他在文章里头 有提到说他有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 曾经跟他说 我的台湾国语常常被笑 让我自卑50年 因为很多人可能小的时候没有 就是他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的老师讲的也不是标准国语 像我的父亲讲的国语 也是有台湾国语 那我那时候就有问他说 为什么你的这个国语是这样的腔调 那我爸就说 因为当时我的老师都是那种外申老伯伯 他们从中国大陆 就是来到台湾 然后进入到台湾的学校里去教书 他就说 那些老师讲山东腔四川腔 我们都听不懂 上课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那硬帖的过程当中 就会学出一些很奇怪 所以有时候我爸 他就会跟我学 他从年老师讲话的声音 或者是说 某个山东老伯伯 在卖东西的声音 然后我就觉得 哇那个天啊 那个腔调好香 那我爸说 没有我就是模仿的声音 这样给你听 可是我觉得腔调这件事情 对于上一辈的人来说 就是他们可能已经 没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已经 声音已经腔调是 受环境影响 他已经被塑造出来了 除非是后天 非常刻意的去调整 所以大鲁先生就会觉得说 对啊 这种台湾腔的国语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这个心理阴影的伤痛 虽然现在好像被平反 现在讲这样一口 这种强调的国语 大家就还会说 哇这个讲得好好听哦 这种台南腔 就是尾音的尾音嘛 对不对 像那个高雄 就会是讲话 讲一讲 就是会加一个腻 它会有一个那个语助词 对耶 然后这些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腻 就是会有一个那样子 或者是 宜兰人的台语 也是很有趣 他们会加一个定 就是 比如说台语会说 真好吃 那宜兰人就会说 哦 这宜兰兰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腔调 因为一些 可能宜兰的外地朋友 就是他们从别的地方 移去宜兰 然后就会说 我要证明我已经在地化 就是我现在讲话 都会用敬这个字 就是 会跟在地融合 可是真的在过去 常常其实是被拿出来嘲笑的 那 但是因为 其实这十几年来的改变 就有一些不同 然而 我们也不能否定的是 这样子的模仿 然后这样子的 就是 有点续脉络化的 把这个台湾国语 拿出来 作为娱乐的笑点 他的确对于 某些主权来说 是冒犯的 那我觉得 张大鲁先生 这一篇文章 是在说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后来 也有看到 一些宗教界的人士 也出来 他们觉得 九天玄女 这样被拿来消费 他们很生气 可是 当时有人都觉得 很好笑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那谁有尊重我们的意见吗 那所以 我是觉得 这个语言的正义 有在台湾被实现了 我觉得很好 大家就 一个包容 开放的态度 来尊重每一种 大家学习语言 就是一个沟通 而且尊重每一个语言 的美 也非常的好 不应该来消费 或把它夸张化了 娱乐 应该有一个奋剂 这是我自己的 一个感觉 我几年前 曾经去北京采访 购物的时候 店员就很好奇 我的口音腔调 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 我可能太over了吧 怕这个两岸 有政治敏感 不敢跟他说 我就从台湾来 就说 哦 我来自南方 然后 哇 你说话的声音 呃 细细软软的 好好听哦 我说啊 谢谢 但我不晓得 到底是 真的是 因为我跟他 买东西嘛 购物 就是因为 这样的关系还是 但是总是听起来 还是还蛮不错 但是刚刚总监 有提到一个 族群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管是 从娱乐的这个动机出发 或者是说 从这个商机的角度 怎么样把一出 所谓的娱乐的影片 给演好 嗯 总是要有些程度的拿捏 稍后在节目当中 我们再请 云章总监来跟我们谈一谈 张大鲁呢 他提出这样子 他个人的观点 事实上也引发了 民众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到底 又提出了 比如说 对这支影片 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或说 回想或反应 我们节目上回来 不止有新闻 还有您想知道的 两岸时事 都在两岸ING节目 大家好 我是陈淑芳 今年83岁 已经打完第三剂 COVID-19疫苗 打疫苗前 要吃饱 睡饱 确定身体状况良好 长辈要请家人 和照顾人陪同 打完疫苗 请在现场休息 观察至少15分钟 回家后 继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 多喝水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 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2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听众朋友 一起来听听我跟 独立评论在天下频道 总监廖云章来谈 在台湾 这支网红阿汉 他所扮演的一支影片 九天旋旅 降落降落 谈的台湾国语 讲的是这个语言 那在娱乐的这个动机 出发之下 怎么样演好 他的角色 但是呢 很多人从不同角度来欣赏 这支影片 我们刚提的就是 可能还有一些 语言的正义 不要觉得说 所谓的台湾国语 就觉得好像比较 不好听之类的 那刚提到 在投书 我们独立评论的文章当中 有张大鲁先生 他的观点 那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 也有人对张大鲁先生 所提出的一些看法 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角度来观察 一位陈阿奇他投书 他就说 这支影片真的是要好笑 不过刚才 其实我们有触及 他说不要踩雷 我想这就更深层 就是说 怎么样用心 跟一些文化内涵 能够了解 才不容易去 对别人 产生一种不尊重的 这个部分 陈阿奇怎么样来看 张大鲁先生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 他是一个学生 成大台文系 所以他就说 他觉得他必须要 从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他觉得 张大鲁先生 不够了解 这个九天选女的 这个影片的 这个精彩精华所在 他就觉得说 因为你们不够了解 那所以你就是 就你自己听到的部分 很生气 所以你就回应了 那不过他这里 他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可以理解 为什么 张大鲁先生会觉得 不开心 是因为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 1949年 国民政府来台 那在很多的这个文化的 这个意涵上 包括语言的这个霸权 他把很多就是 早期台湾本地 原本的这一些文化的 比喻跟价值 就是就做了一些替换 所以其实族群不对等的位阶 然后在这些语言上 然后在教育上面 就投射出了一些东西 所以他觉得说 这是因为个人的这个经验 就是包括这块土地上的 这个集体的 记忆的重量 所以使得这个张大鲁先生 对于他和这个 谈这个台湾国语 就投射出很浓厚的情绪 那他就会觉得说 我们年轻人只是觉得 这是有趣的表演方式 可是为什么他这么感冒 所以他就会说 我可以理解你不高兴 可是他还是要说 就是他觉得 阿翰的模仿功力是很好 所以他其实花了 蛮多的戾气去说 阿翰不是只有模仿 这个九天玄女啊 他也模仿这个外配 人月娇 或者是日本人 然后就说 他很有天赋哦 你看他这是演什么像什么 但是他自己也说了 他就说 但是我不知道 被他模仿的族裔 有没有不开心 就是我不是越南人 然后不能确定 越南人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他就说 可是我还是觉得 他没有无名化这些独裙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 就是很开心的看就好 就不需要太生气 就有点出来 回应张大鲁先生的愤怒 就是有一片这种 就是他其实代表的是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 支持阿翰的粉丝的意见 是 像刚刚总监提到 这位陈同学好的 陈阿琪 他回应 就是张大鲁先生的关系 就这样又无法没关系 其实我也常常听到 不同世代 像 现在年轻世代就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想太多了 有时候就觉得 哦 是这样吗 但是我就觉得 有些事情也要让你们知道 在那个世代 为什么会这样吗 那有时候他们会 比较没有耐心 去听我们在干什么 但是就是一个尊重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 这样子的一种 比较开放的态度 然后有点耐心来听听别人 在说些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么认为 会持这样的观点的 但是我觉得总是 不管是从娱乐角度去看这支影片 还有他后续的大家热烈在探讨的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 总觉得呢 在台湾你有这样观点 OK啊 对 那大家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管道来告诉我们 或者让别人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也不会有太偏激 或是太极端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也挺好 大家说出来嘛 好 还有一位呢 作者刘仲书 他也还回应了张大鲁跟陈阿汉 他起两个观点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们谈那些话题 也会引起听众朋友的一些回响 每个人都不同的观点 就发现 哇 这样子其实还蛮棒的 我觉得阿汉应该也会觉得 蛮有意思 蛮有这样子的一种成就感吧 好 不要说成就感 我们就来看刘仲书 他怎么样回应张大鲁跟陈阿琪 他又怎么说呢 是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本来已经觉得 就是有一篇出来 然后有一篇回应 好像就是把这事情也讲清楚了 没想到我们又收到一篇 这个刘仲书 他也是我们的作者 他就说 我也是阿汉的支持者 我从2017年就开始 追他的影片 我也很喜欢他 可是他也认为 他的张大鲁对口音压迫的经验 是值得反思的 那他提出就是说 当我们在享受 甚至很习惯这种 模仿口音的娱乐文化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 就是说这个表演跟现实的边界 有什么不同 他其实很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人际之间的调侃 这个调侃如果过度 他其实就会承证了冒犯 所以他就在谈冒犯这件事情 那他里面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阿汉也模仿了 这个有一个角色 叫做玉宅祖 叫领月 就是演了一个蛮可怕 就是说就是他们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他是来把玉宅祖演的 实在是太糟糕了 可是呢但是为什么玉宅祖 没有去讨伐阿汉 是因为大家 其实在他的表演里 有看得出来 阿汉也是玉宅祖 就是说他也是这个族群里的一部分 是圈内人 所以他的这个过度的表演 甚至让大家觉得 受不了的表演呢 基本上是一个自嘲 就是你自己嘲笑自己 跟嘲笑别人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就是这一些 这些玉宅祖发现说 阿汉的这个玉宅的这个表演呢 其实是有自嘲的成分 因为他自己也是 我们里的一员的时候 他在笑自己的时候 这个族群的人 不会觉得被冒犯 他们当然会觉得很好笑 可是他们就觉得说 OK他是圈内人 而且他真的了解精髓 所以他们并不觉得 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就从这里 再继续谈说 OK他这样的模仿 到底会不会冒犯到别人 对 那他里面就举了一个 这个也是台湾很著名的 一个评论者 朱家安发展出来的 一个歧视论 他就说呢 歧视这件事情 他是这样子演绎的 他就说当某一个表演 他如果预设 或者是沿用 巩固了一些 不正义的刻板形象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歧视的表演 那这里在谈就是说 如果你让你的观众感受到说 对对对这个族群都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他里面的阮月娇 是一个什么样 讲什么样子的话的 口音的这个越南女性 那因为他的表演很精彩 所以很多人都会看 所以就会更强化说 对对对 越南人都是这样 可是当这个族群 他在台湾社会里面 就是他仍然是 这个族群是被贴上一些 偏见的标签的时候 而且社会可能不是真的 对这个族群有足够的了解 无法真正知道 他们真正的样貌是怎么样 那就会很好笑 可是这个好笑 其实可能让这个 被模仿的族群 也觉得被冒犯 对然后族群就会说 当我们觉得很有乐趣 然后也不觉得自己 有冒犯到别人 可能是因为我们 对这件事情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所以我觉得 讲到这里 我自己有感触 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 也在访问一些专家学者 或某些人 然后就是我想要谈的议题 那些人 他们就会说 那你在完成你的报道之后 可不可以把你的报道 先让我看一下 那其实我想了很多 就是说 对我们把访问的这些话 变成一篇报道 他可能也会担心说 你到底怎么样写我呢 是 我觉得我也是有很严肃 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阿翰其实他也有上过 一些电视节目 有些人说 哇你模仿的好像 好像哦 简直是 你有去过日本吗 他说没有 你有去过哪里吗 没有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天分 就是他很有模仿的功力 就是在这个口说的部分 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提到就说 他是不是有就问过 我模仿你OK吗 这个也是我在欣赏 他的影片的时候 有想说 对方有被先征询过 或是说OK啦 反正阿翰就是 他会拿捏得很好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刚刚总监提到 这么一段让我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跟感触啦 所以我觉得 也是还挺重要 这个是不是会有一条线 或一个拿捏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要蛮注意的 我觉得当然新闻采访 这件事情跟模仿 其实是不同的事情 因为新闻采访 他基本上是记者 有独体性的去 他设定一个议题 他去收集不同的意见嘛 那有一些人的确 他会担心被写错 或者是他表达 可能哪个地方说错 他会想要先看 不过就是一块 不过我觉得模仿 这件事情 他的确是 因为模仿很清楚的是 一种把假的东西 变得好像是真的 那个过程 对 他可能会让人以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表演这件事情 他当然 他触及到的敏感的 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 所以 其实 这种书是有提出 一个建议 他就说 他觉得 如果能够让 这个暗示观众 知道说 我知道我现在在做 这个表演很夸张 这是偏见 就是说 我是在表演 然后不是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他可能 可以避免掉一些 很不必要的 这个歧视跟偏见 那他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 对多元社会敏感一点 就是说 我们可以意识到 我们在扮演 不同人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 更多一点点的思考 那也许在这种 标签互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可以有趣 但是其实也不会再互相 增加不必要的 这个社会标签 或者是偏见 然后一样是可以享受 这个很愉快的氛围 只要我们知道说 你在做的是一个表演 然后这件事情 对 他不是完全是真的 对 对对 谢谢 总监 刚提到 的确像我 以个人的经验 也不是说套在 这个模仿表演上 就是我自己 也有一些反思 就是说 怎么样 拿捏的好了 就是要一句实的报道 那模仿当然就是 他也有一些 是被允许的 就是娱乐嘛 毕竟他不是一个 现实社会 是有一些分寸 他有一个界限 他是可以 某种程度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在今天探讨 阿汉的这支九天旋旅 支持阿汉的朋友 不晓得有什么 这样的想法 或许我们中国大陆的 听众朋友 在这个疫情之下 现在可能有些 都在防疫当中 或许也有机会 是不是也可以 翻找一下 有这个YouTube 可以看到 这个九天旋旅 来听听 我们阿汉 阿汉 这个北京普通话 也说得非常的好 对 他真的是很有模仿天分 但是在今天探讨这支影片 我们从投书的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作者 他们怎么样来看这支影片 一起来思考一下 轻松之余来看看 说这支影片 到底我们可以从 它表现的各方面的元素当中 到底它呈现什么样的样貌 那有哪些问题是 还是可以去想一想的 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独立评论 在天下频道总监 廖云章的分享 谢谢总监 谢谢 谢谢Nanthi 谢谢各位听众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个时间 同时再会